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尼地是音樂人》 是的 我們坐了一隻鳳凰上火星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順便按旁邊的鈴鐺 一有新的影片就會通知大家 記得追蹤我們的 IG 讚好 Facebook 專頁 有你們的分享 支持讚好 我們才可以找到更多離地的耳機 分享給大家聽 這次是絕對超級離地 因為我們那次在耳機戰 終於見到廬山州面目 Vision Ears 的巔峰之作 鳳凰 一隻火的材料 一定要有些東西去襯托 怎樣再加多點火 就是Effect Audio 一條超級高貴 超級厲害的一條Cable Centurian Effect 裏面的一個旗艦作品 整個配合絕對是非常離地 你看到我們飛上海洋 我的頭也飛上海洋 所以是貴人飛起 但是是不是正到飛起 都要講一下它的規格 不如我們先講一下耳機 Efficient Ears 這隻Fenix 可不可以這麼厲害 這次就是成全了大魔王的設計 用了13單元 同一個配置 由4低音 4中音 4高音 再加上超級高音的設計 這次它的外殼跟上次有些不同 大魔王用了純銀來做外殼 而這次整個都是碳纖車 其實很漂亮 其實也有一個好處 碳纖是用上一代 大魔王也知道經常很重 也要遷就著 其實有些人對金屬有敏感 這方面碳纖絕對沒有這個問題 碳纖可以防止干擾 即是外界的干擾、Wi-Fi 和信徒的干擾 另外這次的面板也很漂亮 這次是金色的 金色的面板是用了鋁去氧化的金色 而這塊透明的玻璃 就用藍寶石玻璃 藍寶石來的 不知道在不同的光線上 好像射到不同的顏色 對 有些不同的顏色 突顯了它的高貴 還有有一隻鳥 這個就是我們的主角鳳凰 還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這次我們可以配到Effect Audio 裏面最高貴的線材 那你又適合我 當然是配最強的 上一次我們大魔王就配HORUS 其實HORUS 用過之後 你會覺得為何可以升級到這樣 對 有些東西不是說你的結構 或者性要多厲害 它的規格多厲害 總之它真的製作出來的聲音 真的有很厲害 這次Centurion 就是它繼承HORUS 之後的旗艦作品 那這條線有什麼厲害的 這條線有什麼厲害的 這條線有厲害的在做 有一個金銀合金再去度金 一個貴的金屬再去度金 而它的線 這次也很特別的 用了一個專利的複合的絞線設計 即它的線身是有專利設計的 你遲些可不可以抄一下 當我有這樣的財力之後一定會 聽起來真的用了很多很珍貴的金屬 Centurion 這條線的插頭 其實我們之前在剪輯裡面是同色的 這次的黑色又用這個鈦金屬去製造 這幾塊是一個專櫃會員才可以買到的 它也挺有趣的 之前HORUS 的時候也是 即是你要手持一個HORUS 你才可以買一條升級版的HORUS 這次他們有一些熟客 或是長期的粉絲 才可以買到這個黑色的特別版 我覺得這個配襯的耳機來說 一定是用黑色特別版 當然可以升級到 就一定是要製造這個 這是生產獎證 當然你看到它這麼高貴 就一定是有些更高貴的東西送給大家 阿明 你覺得這個東西有什麼用呢 其實這個我相信你即使不用的耳機 它也不准許你收起來的耳機線 都是要掛著在這裏 好像一些金鏈 有一個假身在裏 讓你把金鏈放在床上 就方便你拿 而且是方便你show off 但吸引到我 我覺得是這個盒子 我想這個應該是我 我也是 見過裡面最浮誇的一個耳機線盒 耳機盒 哇 神經病 你想吧 這裡還有一塊木的真木 這個是無法輸 保護到極高 儘管聽一下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 如果聽完這個不死地和百夫爵的組合 有沒有感覺到出去打大哥的感覺 絕對是 又是那些 每次做到V-E 和Effect Audio 的combo 都會令你懷疑人生的感覺 當你以為你的Gear 已經很好聽 很適合 總會帶來一些新衝擊 這個鳳凰不例外 就好像當初聽回Alconic 的感覺 甚至是比他更加強的 因為始終我們經常說的時候 大魔王都很炎若飛地打過來 他也是的 但他給了我一種很特別的空間感 跟之前有點不同了 再加上用這條Sancturian 原本其實他用原裝線都已經可以了 但沒有那麼鬆容 原裝線的感覺就沒有那麼鬆容 而且有一點充滑的感覺 對 但用這條線 真的所有東西都更改善了 之餘亦都給了你一種很厲害的享受 再加上4.4 用你黑磚的手 真的非常瘋狂 他這次用了Panic Cornier 出的4.4 插口 而它上面的配置就是Conex的配置 Conex 也是他自己研發的 就是可以轉不同的頭 有四款 有2-Pin 還有MMCX 現在有IPX 以及 PE 頭 好像Acoustune 用的插口 其實這條線真的終於明白新架的分別 因為當初聽Horris 也是這樣 你聽聽聽你會覺得 為何好像差那麼遠 有隔離的感覺 是的 但我也有試過有些我自己有的機器 都要配搭機 不一定我插了這條線 即是機器都不一樣 但插到鳳凰上就差很遠 小虎 剛才你的聽感如何 開頭聽 它的衝擊感都很大 因為它的密度都很高 但如果你說相比大魔王 我就不應該跟大魔王比較 因為它整個外殼 設計用的物料又不一樣 它的密度就沒有大魔王那麼過份 但反而它聽給我的感覺更舒服一點 因為沒有那麼重壓迫感 是的 之前也太重 加上換上這條線 Stage 又闊了 感覺好像你過了一部很漂亮的 好像錄音不知甚麼的Hardware 很舒服 你聽到好像很享受 High-Fi 的感覺 但我想這條線來說太貴了 我們不敢用來吉祢玩一下 我覺得這個鳳凰比上一次的感覺更加鬆容 會內聽一點 但這是一個供應 有人會比較喜歡大魔王 你也說不應該跟它對比 應該是用另一個大佬來形容它 而且它的耳機好像是藝術品 而是一個Lust Reporter 這個樣子就像珠寶一樣的 它的面板絕對比大魔王更漂亮 因為它是藍寶石的 戴上去也比較有光亮 當然當然要配合這條Centurian 這條比今年貴的Cable 絕對是這個身份的象徵 這次終於被它攻破了 就是這個弓頂系列 我覺得是V-E的旗艦機也好 一些低模特兒也好 它的密度方面真的做得很厲害 而這個就是融合它們的特別聲音 的Signature 之餘亦會有一種很高貴的感覺 所以不買也要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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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後就會忍不住 或者對一個耳機是一個新的看法 那你也會成為一個離地系的耳機人 還是離地系的音樂人 下次再有正的跟大家介紹 拜拜